我们的造物轴会用怎样的眼光看待我们 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子十三节 太粗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粗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反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拆来的 名叫约翰 这人来为要做见证 就是为光做见证 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他不是纳光 乃是要为光做见证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反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耶稣是谁 耶稣是用他的道 创造宇宙 及宇宙中一切的主人 对我们来说 耶稣是谁 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 耶稣是作为我们的守旧族 降临于世 杰西和圣灵的福音 把我们拯救出 天下所有罪孽的主 和救世主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写道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耶稣建造了宇宙 当神在创世纪第一章说 要有光 于是就有了光 神说 地要发生青草和接种子的菜蔬 并接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和 果真如此 所有的植物 人及宇宙中的一切 都因耶稣基督的创造而出现 奇妙的是 这位造物主神来到世上 耶稣来到世上 为的是赐予我们 水和圣灵的福音 及拯救的真光 使我们每个人领受受罪的容身 所以使徒约翰见证耶稣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反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约翰福音第一章 九字十二节 主来到世上 赐予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 即世人的真光 吃散一切罪孽的黑暗 他用这福音的真理 也赐信脱魔我们所有的罪孽 包括那些 从人类的走先那里 继承而来的罪孽 人们为何在思想上 拒绝接受耶稣为救世主呢 耶稣 王中之王来到世上 没有受人喜爱的外表 使得人拒绝接受耶稣基督 为他们的救世主 因为他们不愿意 抛弃固有的思想 人们活着 却不知道他们仍然是罪人 因此是注定要下地狱的人 他们活着 却不知道自己为何 必是信仰耶稣 为自己的救世主 他们仍然不知道 谁和圣灵的福音 有很多人 不知道耶稣基督 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神的儿子 这些人 对谁和圣灵的福音 多么无知啊 他们甚至不想信仰 借死和圣灵而来的耶稣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节 他们甚至认识不到 他们是因罪 注定要下地狱的罪人 他们终究不能接受 借死和圣灵的福音 而来的耶稣为救世主 因为他们不能正确地认识他 耶稣这位主和救世主 来到世上 但世上的以色列民 和使徒罪人 不接受耶稣基督 使他们的救世主 虽然耶稣来到 他亲自为百姓 创造的地上 但他们仍不接受耶稣 使他们的救世主 耶稣出生在以色列 一个被称为 不利衡的小三村 耶稣被出生在 家处的支柱地 这正是他来到世上 把我们和世上 所有卑微的罪人 拯救出罪孽的燃因 但是世界上的罪人 坚持生活在黑暗里 拒绝耶稣 选择陈受罪孽的折磨 这些人希望从罪孽中得救 上天 但他们由于错误的知识和思想 不能加入那些 已经领受罪孽得赦责的行列 主是来到世上 把所有罪人拯救出天下一切罪孽的救世主 但是生活在世上的十多人 认识不到耶稣是救世主 耶稣时代的人不承认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以及创造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 宇宙中一切的造物主 所以以色列民以及外邦人 不接受耶稣是他们的救世主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这个真理 即耶稣在三十岁时受洗 陀磨人类的罪孽 耶稣必失受洗 一次性斩驾天下所有的罪孽 他来到世上 为的是清洗所有 在各个时代所犯一切罪孽与过犯 当时耶稣吩咐施洗约翰说 你暂且使我 因为我们礼当这样敬诸般的义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 这段经文是耶稣结束 施洗约翰的洗礼 斩驾世人罪孽的政治 这些话意味着 耶稣注定要受洗 斩驾所有人的罪孽 以次性脱离他们的罪孽 我必是接受你的洗礼 才能斩驾罪人的所有罪孽 和拯救他们 我必是受洗担当百姓 因为远弱所犯的一切罪孽 现在的罪孽 过去的罪孽 以及人类从生到死 在世上所犯的一切罪孽 所以你施洗约翰 请听我的话 在我的头上按手吧 所以耶稣为了 斩驾人类的罪孽 接受了施洗约翰 全人类代表的洗礼 因此耶稣受洗 担当了这些罪孽 以次性清洗了人类的罪孽 耶稣接受的洗礼 是这样的 他受洗的方法和 救热中的按手是同样的 神设立的这个献祭制度 如果当时人们 遵循献祭制度的条例 在动物头上按手 就能够把他们的罪孽 斩驾到献祭动物身上 然后必是杀死献祭动物 取出血 再在祭坛上 焚烧动物的肉和脂肪 陷在神的面前 代替自己死亡 旧约中的百姓 就是这样领受罪孽得赦 同样 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为的是斩驾世人 所有的罪孽与咒 这便是耶稣的洗礼 在旧约中的道理 显明的真理 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也刺性斩驾 以色列民所有的罪孽 就像旧约中的羔羊那样 所以我们必是理解 耶稣说的话 你暂且使我 因为我们礼当这样 尽诸般的义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 耶稣是全人类的真救主 耶稣借着洗和圣灵的福音 以把拯救之光赐给全人类 主是能力之神 拯救之神 主是怜悯之神 耶稣有能力把全人类 拯救出所有的罪孽 耶稣来到这世上 在我们的思想上 照亮了拯救之光 耶稣告诉我们 我受洗斩驾了你们的罪孽 我替你们在十字架上流血 已经担当了所有罪孽 一切的审判 我是你们的救世主 我已经驼魔了你们 所有的罪孽 主神在我们思想上 照亮真光 使我们听到这美丽 又得福的消息 耶稣把得救的可喜消息 告诉我们 照亮我们黑暗的思想 使我们能够领受罪孽得赦 我们的主明确地 图抹我们的罪孽 把我们变成神无罪的子女 因此我们现在承认 耶稣成了我们的救世主 耶稣图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耶稣把拯救的真光 赐给全人类 在耶稣来之前 世上没有真救主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没有别的救世主 没有人能把世人 拯救出天下的罪孽 所有人都不能把自己 拯救出他们的软弱 过犯 罪孽 和罪中的审判 因此 只有耶稣基督 能把全体百姓 拯救出一切的罪孽 以赛亚书59章16节写道 他见无人拯救 无人待求 甚为差异 就用自己的臂膀施行拯救 以公义扶持自己 主亲自计划了人类的拯救 他来到世上 借死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把所有罪人拯救出罪孽 因此 人类的救世主 作为神和我们之间的中宝而来 他把人类所有的罪孽 斩架到自己身上 拆毁了 使父神与我们隔离的罪孽之墙 他在十字架上流血 接受了人类一切罪孽的审判 然后从这死亡中复活 赐予我们心生 他的意志赐给我们福气 使我们这些信仰耶稣基督 为真救主的人 能被称为神的子女 我们在思想上满意这样的信仰 因为我们的主 作为救世主 带着拯救来到我们身边 我们必是知道 耶稣是借洗和圣灵的福音 而来的救世主 耶稣来到世上 把我们拯救出天下的罪孽 耶稣卑微成人类的入体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斩架世人的所有罪孽 在十字架上流血 接受审判 在三天后从死亡中复活 完成拯救了人类 直到今天 他仍然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 现在凡信仰耶稣 是我们救世主的这个事实的人 都能成为神的子女 进入天国 现在无论谁知道和相信 耶稣在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时 斩架了我们的罪孽 他流血一次性实现了神周般的义 那人才能领受罪孽得赦 无论他多么远入与不足 无论他犯过多少罪孽 只有你们在思想上信仰 信仰西和圣灵的福音成为义人 我们的心里信仰西和圣灵的福音 成了神的子女 我们能够得福 所以说 全世界唯一的真救主 就是耶稣 名字耶稣的意思是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 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 因此耶稣基督的名最适合人类的救世主 统一位耶稣来到世上 他也正式以前用城头造人 将圣气催在亚当的鼻孔里 成了有灵活的人的主 主还用亚当的利骨造了夏娃 他为什么要造一名女人给亚当呢 是为了使我们人类完善 我想告诉你们一件有趣的事 汉字里的人 这个字由单独的两笔走成 意味着两个人 如果只有人字里的第一笔 撇 那么他会倒下 他无法站立 因此汉字里的人是要两笔 意味着两个人 男人和女人 这样才能使人得以完美无缺 所以人们常说 男人和女人结婚 他才是完整的人 经上写道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 这节经文讲的是 男人和女人应该结婚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孙儿育女 这是神为我们制定的标准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婚姻制度的奥秘 说这是几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二节 神希望从一切的罪孽中清洗我们 叫我们做他的新娘 和我们结婚 简短地说 神已经制定婚姻制度 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意愿 他希望涂抹我们所有的纪念 使我们成为一人 使我们能够永远和他生活在他的国里 我的信徒朋友们 我们靠自己的行为 怎能上天 我们行善能上天吗 不能 即使这些问题很复杂 请像你的孩子那样对待他们 孩子的思想很单纯 所以耶稣喜爱孩子 大人也必是像孩子那样单纯 才能受神的赐福 现在我请你们简单地回答下面的问题 我的信徒朋友们 罪人能上天堂吗 不能 凡是心里有罪的人都要被抛下地狱 我们出生到世上后 可能在某一瞬间不犯罪吗 不能 没有人能够预防自己犯罪 那么 只犯了一次罪的人能否上天堂呢 不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 世界上没有人应该云使上天堂 那么 是否意味着没有办法上天堂了呢 不 办法是有的 所以 救世主对于我们大家是必不可缺的 我们只能靠那位 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罪孽的救世主 才能上天堂 神创造了我们 在我们陷入罪孽后 他又化成人 涂抹我们所有的罪孽 耶稣自己是神 他披戴着和我们同样的身体来到世上 耶稣 耶稣斩驾了我们的罪孽 以及这世上所有人的罪孽 无一例外 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把天下的罪孽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正如旧约里的大祭司 把双手按在祭物头上 把百姓的罪孽 斩驾到替罪养身上一样 人类的代表 约翰也把他的手按在耶稣的头上 耶稣吩咐约翰说 就这样吧 我请求你 在我头上按手 把罪孽斩驾到我身上 按手的意思是斩驾 耶稣接受全人类的代表 约翰的按手 世界的罪孽就在那个时刻 被斩驾到耶稣身上了 我的信徒朋友们 即使你不知道这本厚厚的圣经 到底讲什么内容 但如果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能够理解和接受 死和圣灵的福音 你们就能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 现在 我用死和圣灵的福音 全部得救的核心内容 你们在思想上 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就能成为神的子女 即使你们从未做过奉献 甚至你们在人生中 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 你们只要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就能上天堂 经上说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 神把得救的福气 赐给那些思想上 信仰死和圣灵福音的人 神也赐福这些人 做神的子女 我们这人自己没有任何的优点 我们受审后 礼当下地狱 但神爱我们 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 在约旦河树袭 斩架我们所有的罪孽 在十字架上流血 接受我们罪孽的一切审判 我们信仰这个真理 能得福 做神的子女 我希望你们在思想上 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接受耶稣为自己的救世主 从天下的罪孽中得救 我们如何接受耶稣 为我们的救世主呢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 你们已经接待他了吗 只有充分了解访客 我们才能接待他 如果有人在门外敲门 我们会说 谁啊 如果是熟人 我们就会敞开大门 说 见到你真高兴 请进 有什么事吗 我们是这样接待朋友的 即使我们没有 亲生日到过耶稣 我们仍然能够 在心里接待他 因为我们通过 洗和圣灵的福音 已经非常熟悉他 我保证你们 在神面前这么做 能够领受罪孽得赦 我无法保证 世界的事情 但我能够保证 你们的得救 你们能够上天堂 罪孽得头 加入义人的行列 成为神的子女 领受天上的福气 如果你们信仰之为 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耶稣 我能向你保证 这些美好的事情 有了这样的信仰 我保证耶稣 不但斩价了你们的罪孽 而且还斩价了 你们子孙后代 你们祖先的罪孽 从亚当直到世界末日 出生自人的所有罪孽 你们的心是神支柱的至圣所 请在思想上 接受洗和圣灵的福音 在心里承认 耶稣是你们的救世主 我自己没有什么 值得夸口的东西 但我可以显耀和夸口 都是因为耶稣的恩典 以及耶稣赐予的 洗和圣灵福音的能力 无论如何 今天的我真心希望你们 心里这么信 做神的子女 只有知道和信仰 洗和圣灵的福音 知道时 你们才能成为神的子女 你们必须正确地了解 这个拯救的真理 如果你们信仰耶稣 却不知道拯救的真理 你们最终会成为一名 伪善的宗教家 我希望你们不要陷入 这些妙误的基督教教义里 我在神面前 传播洗和圣灵的福音 除洗和圣灵的福音外 我不会传播别的东西 神要赐给我们什么东西 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东西 这是很清楚的 神用洗和圣灵的福音 赐给我们得救 他驼魔我们的罪孽 允使我们做神的子女 赐给我们神的福气 他希望把所有得福的东西 赐给我们 神赐福我们 拯救我们 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 我可以保证 你们在神面前得救 毫无疑问 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时 斩架了你们所有的罪孽 在十字架上 为你们毕生所犯的罪孽 担当一切审判 与惩罚 三天后 他从死亡中复活 他从坟墓里复活 坐在父神的右边 我的信徒朋友们 我们的耶稣 现在仍然他活着 他仍然在寻找那些 信仰洗和圣灵福音 信仰他的人 耶稣不是寻找 从血气身 从情日身 或从仁义身的人 而是寻找从神身的人 直从神身的人 人不能因他的父亲 是长老或者牧师 而得救 任何人在思想上 信仰洗和圣灵的福音 就能从罪孽中得救 上天堂 并领受罪孽得赦 经上说 那光是真光 照耀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 如果你们接受真光 你们心里的黑暗 会立刻消散 你们将成为光的子女 如果你们在思想上 信仰 借洗和圣灵的福音 而来的耶稣 你们必定 从所有罪孽中得救 我的意思是说 耶稣作为我们 每个人的救世主而来 即使你们对圣经了解不多 如果你们相信 耶稣在约旦河受洗 已经斩价了世人所有的罪孽 因此实现了神周八的义 这个事实 你们就能从所有罪孽中得救 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孽 因为我们信仰 洗和圣灵的福音 我希望你们信仰 洗和圣灵的福音 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时 说成了 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 我希望你们信仰这句话 他肯定已经借着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 完成了我们的拯救 我们的若眼看不到耶稣 但我们可以在思想上信仰他 显然 以前我们在思想上漆黑一团 但是我们能够逃脱黑暗 因为已经有人在我们的思想上 照亮了真光 次于我们生命 就是耶稣 我们必是明白那个事实 在心里接待耶稣 我们还必是牢记 我们不会永远活在这个世上 经上说 按照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 却有审判 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 我们平真生活七十到八十年 然后在某一天死去 摩西也宣布 我们耶稣的年遇 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 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 不顾是劳苦 愁烦 只安眼成空 我们便柔飞而去 藏美斯九十章第十节 我们会在某一天死去 但我们并非就此终结 我们死后 神的审判在等待着我们 天堂与地狱在等待我们 因此 我们必是趁活在世上的时候 信仰耶稣 在思想上接待他 领受拯救的赐福 只有这样 我们到时候 才不会面对不利的审判 我们还能在这世上 享受使徒的赐福 这是因为神会改变你们的思想 改变你们的家庭 可能有人说 不是我 我做不到 我这个人不信耶稣 为什么呢 像我这样的人 绝不允许信仰耶稣 因为我天生只有犯罪的本性 教会要被毁灭 不要担心 只要你们相信 耶稣已经涨嫁了你们所有的罪孽 为这些罪孽 受审判这个事实 那么耶稣就会来到你们心里 把你们罪恶的思想 变成义人的思想 和喜爱美德的思想 我的信徒朋友们 我希望你们把所有的罪孽 都托付给耶稣 我希望你们把自己无所作为 罪恶与软弱的思想 托付给神 如果你们托付给神 祂会担当你们所有的过犯 与软弱 因为我们的主是万能的主 祂无所不能 我们大家在生活中必是做的事情 是趁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 做好上天堂的思想整备 我们靠随和圣灵的福音 领受罪孽得色后 礼当整备上天堂 如果我们信仰耶稣 我们就能领受天上的赐福 不仅仅是这世上的福气 还有来世的福气 我还希望你们明白 神的恩惠 不会停留在你们这一代人 而且也会赐给你们的子女 如果我们信仰神 祂会作为我们的牧羊人保护我们 祂会抵制恶灵对我们的侵害 使他们不能触及我们 约翰耶稣第五章十八节 我感谢耶稣做你我的救世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